民进党立院党团 针对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 高鸿安10号凌晨 发出的脸书天文中 写到国会助理加班费 接近上线是常态 同时指出 民进党立院党团总招 可建民的助理 也是每年固定捐款 找开记者会 批评高鸿安的发文 模糊焦点 他讲的几位助理 完全没有问题 所谓助理前助理 他们捐的时间 都是在他们离开 助理的职务之后 所以并没有把它 公还转出去的问题 罗志正进一步指出 国会助理辛苦加班是事实 但为何助理会 把大比例薪资 捐出来当公费 钱又去了哪里才是重点 茶叶的费用 咖啡用 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费用 可以支应的 那为什么还要 另外这一笔公积金 细看高鸿安 PO出的柯建民助理捐款资料 自然每年捐约72万 与高鸿安里程助理 相隔半年就捐出60万 有明显差距 高鸿安发文自清 被绿营批评 泼脏水打雾贼战 强调合法捐款就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 高鸿安是否有人头助理 诈领助理费 究竟事实为何 大家都在看 华人新闻张志正 彭万林台北报导